她叫凯米 来自法国的布列塔尼 一个和宁波一样靠海的城市 她叫幽晴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宁波人 他们在宁波营州相遇 法国人凯米在15年前 一位一见钟情为宁波姑娘 决定定居中国 定居宁波 当法式浪漫遇见宁波 这是他们幸福的开始 因为一个宁波女孩 法国人凯米决定定居宁波 她说宁波是她的幸运之城 她把爱情留在了宁波 也把生活留在了宁波 宁波是一个很便宜的城市 她可以购买了24时间 她可以购买了所有东西 她可以购买了 我认为宁波营州人很容易 非常敬虑 非常欢迎 我真的喜欢宁波人 宁波人 宁波有很好的平衡 我认为城市生活和城市生活 每天天 我把我家人带到宁波 近河或山河 因为拥有一个宁波儿媳妇 凯米的父亲也很喜欢宁波 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宁波 也把自己儿子和儿媳妇的宁波爱情故事 带到了法国 我们觉得宁波是一个新的城市 新的城市 新的城市 所以她选择 一个品牌的品牌 八年前 凯米和幽晴决定在宁波开一家法国餐馆 用美食延续这一份幸福 她自从跟我认识之后呢 有一次她帮我带到法国去 然后我就在那里 大街小巷好多这种饼的店 然后我也吃完以后我就觉得 哇很好吃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为什么我们不在宁波开一家餐厅呢 就是分享这些美食 因为我觉得很好吃 你知道吗 我觉得宁波这个外国朋友也特别多 然后到后面就是一下子就是火了 很多人就来了 从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个习惯也见证了 其实宁波这个城市是非常国际化的 凯米说 不管是法国人还是宁波人 不管我们的肤色语言有多不同 食物总会把我们聚集在一起 一点面粉 一点芝士 再加一点法式浪漫 这是我的幸福菜单 这也正是每个人所需要的 好吃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幸福与爱从来都没有国界 幸福就是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生活在喜欢的城市 然后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法师浪漫遇见了宁波 他们的幸福在这个小家延续 也在这座城市延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续